祝大家新春快樂 歡迎收看我們的頻道 我們是明仔 Little 今期視頻我們依然為大家更新一下南投的項目 如果說在南投海亞崩崩城是最大的一個樓盤 星河又是最飆乾的樓盤 而這個烏型實用率和價錢上最有優勢到底是誰呢 莫非質疑就是今期跟大家分享的雅吉諾 耀月台 耀月台距離上次跟大家分享的樓盤真的很近 但是我身後見到的現狀亦比往期多了一份燕樓的保證 亦見到建築盡都已經變成了 就差一個遠含而已 所以今期視頻亦希望和大家 回顧下月台最新在受情況 它的51 方被譽為最佳的剛衰樓盤住宅 包括它的 89 和 S9 亦是一個非常不錯的改善類型單位 所以滑形效果和在受情況如何不妨隨著鏡頭分享給大家 首先亦都要和各位觀眾 匯報一下雅吉諾耀月台的地理位置和沙盤在受情況 耀月台最新在受依然是一棟和三棟 只不過一棟和三棟的再受戶型是完全不一樣的 首先我們先來講一講一棟 一棟分別是01、02 戶型的最大面積去到 119 平方米 而03 和04 戶型就會做 89 平方米的戶型 總層高 21 層,兩棟4 火所組成 所有單位全部超纜 而去到三棟,整棟樓宇都在受一個面積 51 平方米 三棟總層高24 層,由兩棟6 火所組成 而二棟則仍未開售 接下來二棟據說會無闢出售,我們亦都視目以待 雖然一棟和三棟是基本上不同戶型的產品 但它有兩個共同特點 首先它們的景觀基本上無遮擋 周邊的樓宇基本上都不會擋到我們的視野 第二就是兩棟樓宇都在受高層的單位 基本上都是15 樓以上 而目前一棟和三棟在受的單格 大約去到 11,000 元每平方米 大微精裝交付 可以見到整個耀月台 目前最新進度基本上就是准現樓的存在 所以它的收樓時間亦都不會很久 會在今年年底12月份交樓 雖然整個樓宇總佔地面積並不算很大 大約是 2 萬平方米左右 主要由部分商鋪和未來工業配套的幼稚園所組成 但是耀月台有兩個特點 是目前在受藍頭的一手樓宇比較少有 就是它的容積率僅僅是 1.5 以內 可以說是低至接近別墅的容積率 其二就是陸化率高達 41.69 目前樓宇的圓林陸化部分 只是建設了一部分展示 但亦都會見到有很多細節交付給大家 再加上二月台亦都有意期的地塊 就在屋苑的隔離 相信各位觀眾在航拍當中亦都會留意到一點 就是二月台周邊的廠房會比較集中 畢竟百億藍頭周邊的上市企業亦是偏多 所以周邊的一些企業亦分佈得比較集中 所以人流和商業配套其實亦都比較充足 例如距離我們的一個藍頭站成軌站亦都不算很遠 大約 2.6 公里 6 分鐘的車程亦都可以到達到 去到藍頭站就可以乘坐我們的城軌 北上廣州南下去到珠海 過關到澳門 或者經過廣州大橋通關到鏘港 在東面還有一個海龍城 海龍城就是目前整個藍頭鎮附近 最盛行城市的一個商業體 又或者出了屋苑門口往前走大概兩個路口 就可以去到新鮮超市 包括有很多門市的餐飲店 可以滿足到日常的需求 如果各位觀眾想了解更多二月台周邊的地理常程 都可以掃描我來上方QR Code 我們可以分享更多的細節 拍攝給你觀看 所以不妨隨著鏡頭去到實地樣品間 看看是否這麼實用的護形 首先第一個我們會來到三棟 看看最小的一個51方 51方既然可以做到兩房 可以說在這邊的一個住宅單位來說 就以上車的一個住宅單位來的 我們一起進來看看它的細節上的分享 進來會見到它有一個簡單的圓關位 與其說圓關位其實基本上是整個廚房的區域 一進來它有一個開放式的廚房 膠樓標準時會不會是一個獨立空間 其實我們在旁邊的示範單位 亦有做膠樓標準 直至可以見到膠樓標準 反而連這個桌子也沒有 這裡屬於一個簡單的餐桌位 也是要我們業主自己去選擇 就像示範單位這樣佈局 其實就實用性會更高 亦都可以給大家做一個參考 在示範單位同樣地 它是用了一塊滑石 切割了 剛好就像L型 然後下面製作軌 其實這個我覺得挺不錯的 包括是用華帝的一個七日煙機 以及造台的 亦都可以明火 不像一些只能利用電影 可以多方面的選擇 而它入戶的懸關 這裡比較緊湊一些 畢竟都是五手一方 所以我們的鞋軌是比較矛碎的 這裡後面是一個實質地 它在這裡是做不到軌 所以建議大家可以在我們這裡 這個展示櫃的位置 做回一個鞋櫃 在這裡鋪頂做回一個鞋櫃 即鋪了這封牆 交到標準的時候 這裡其實是一個白色雨傘的牆 所以大家要做比較完善的一個位置 就要再做改動 所以這裡說是剛衰的護形 真的非常剛衰 是非常貼切的護形 這鏡不用說而已 再入到我們的客廳 整體開間三米 五十一方依然會配上一個 非常不錯的露台 和三米的活動 會發現 帶它出來 而且還可以看回我們的原景位置 整個房屋一層 全部都是五十一方 所以大家無論是買哪個護形 就看你買03、04、05 哪個方向而已 可以說整個房屋 東南、西、北的方向 都有得大家選擇的 像我們現在看到的景觀 就是潮北的 就看回原林 如大家玩其他三個朝向 全部都是看開揚景觀 因為在航拍當中 大家也看到周邊沒有什麼高樓 擋著我們的視線 所以就很開揚了 OK 於是我們再進入到我們的正區 正區很簡單地 基本上不算是過渡位 簡單地放了三個空間 兩間房間一個洗手間 先跟大家說說我新的洗手間 洗手間 像我現在站在一個示範單位 會看到它是開放出來一個洗手盆的位置 它試的感覺會抬闊很多 其實是一個不錯的設計 但我來膠樓標準的時候 其實是一個獨立的廁所 就是這樣 而第二個空間就是房間 這裡是一個兒童房 大家會發現是利用飄窗位 是貼了過去的 所以這裡是稍微局促一些 如果買到這個單位 建議大家做好一個大帥 就是一個人住或兩個人住 如果有小朋友的道理 那時候建議大家已經可以選擇改善型 例如我們待會會去拍的89方或89方 所以就是這樣 最後 我們在對面 就有最後一間主人房 主人房的飄桌位 就幫大家撥了 大家會看到 其實整體的空間 四四方方 可以做一個大衣櫃 梳妝桌 完全有足夠空間 還要在三邊落床 這個闊度被客廳重量闊 這裡是去到三米半 所以會看到主人房的開單 是相對地比較舒服 而且可以看到月平頸公 也是那句 主人房是跟隨你露台的潮向 所以看大家買東南西北 哪個方向 要摸就看完美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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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上就是五十一方形效果 加樓標準 旁邊的示範單位也有展示 如果大家感興趣的話 我們也有高清這一效果 給大家做一個詳細的參考 大家知道數目上方的QR高 發送消息給我們 想領取二月台的VR效果 就可以分享給你了 OK 我們再來看看前方賣的 大衣櫃型89和180角 護形效果 到底會是怎樣 接著鏡頭繼續畫下看 最後我們再來到一棟的示範單位 一棟三樓位置 它是做了整層版房的 分別就是我們一個89方 以及最大積的一個89方 分佈在0304外 先看看一個89方 進來後 出了升降機 右轉就是89方 兩間都一模一樣 唯獨是我們04戶型 做了一個膠樓標準 03戶型是擺放傢俱 所以我們一於來看看那個大傢俱 在入門之前大家會發現 我們這裡已經經過一個防火門 再進入這個區域 它實用在哪裏呢 首先它89方可以做到三房兩庭兩位 大家重管目前在中山賣得到的89方 其實上率也算高 但是它也有些很細節的地方 首先我們進來這個門口位 這裡才是正式入門的 到時交付的時候 有一個電子門鎖 還有我們的鋼板門 但是呢 進來之後你會發現 整個圓關位 是放在外面的 所以進來就直至到餐廳和客廳的串面位置 所以這一點需要自己注意 雖然很多時候 我們走廊外面的位置也可以利用 但是呢 如果有時要放在外面的私人物品 其實多個圓關位 會更加好一點 我看看大家的選擇 而這種設計呢 就是送了這裡 應該都有一兩個方 送了給大家 這裡應該都有 沒有幾千 都有一萬元 然後再進來就是 一個餐廳位和廚房的位置 在這個位置 餐廳位顯得很細 因為這裡很空 因為鞋櫃 你不放在裡面的話 當然 如果大家不想放在外面的東西 其實這個位置 你也可以放在鞋櫃 這裡也可以 把空間分隔開 做一個簡約的過渡位 就圓關這樣 一轉身過來 還會是一個L型的廚房 接下來這裡有一個躺門 躺門後 這裡預留了90cm長 闊就是40cm的一個雪櫃位 當然 你也可以放在這裡 放在這裡 也沒有問題 但會擋住櫃 因為它剛好設定好 所以就是這樣的情況 說方做L型設計 其實都比較舒服 因為基本上我們轉身 都可以做完 我們應該要做個事 但是 兩個人同時去做事 怕不怕 其實空間是充足的 但是不建議 因為有時候要洗、炒、切 這裡個人覺得自己一個人擔心 然後再出來就可以吃飯了 這條動線是拍了這麼多片 一直比較推薦的這種廚房動線 如果大家買樓 或者自己建樓 或者自己裝修 希望可以做個參考的建議 再過去就是一個3.7米開間的客廳 當然 89方開間上面 3.7米 其實真的不多 可以做你的開間 包括我們向上看 其實它的一個樓底高 其實也是比較闊著的 我估摸 其實這裡應該 裝修完之後 也是2米8至2米9的高度 所以也是比較寬長 看上去的感覺 所以包括剛進來看這個單位 也是這樣 加樓標準 整個客廳 主要是我們地面的一個瓷磚 以及牆身上的雨膠套 我們現在所見到的 亦都是發展箱 希望展示到給我們感受 這個擺在家具之後的一個體驗感 再出來 亦都有一個3.7米的露台 買住宅的好處 在於 基本上很多單位 是有一個很大的露台 我們可以浪衫、放洗衣機 可以寫一些收納櫃 在這裡 也是完全足夠的 但接下來 是沒有櫃膠庫的 所以大家要注意 而且這裡有柱 是包了水喉 如果有鏡頭前 有買了其他樓盤的間鋒 其實亦都可以參與這個設計 你看不到這條盤 看起來就整齊很多 如果大家預算充足的話 亦都可以擴展出來 做一個風窗的設計 這個露台就推出來了 最後來到靜區 靜區 一條過路位分了四個空間 跟以往一樣 都是一個傳統的動靜分區的設計 洗手間 那時分離大家見得比較多 在這裡也不用太大的分析 因為會見到 因為所見到的東西 基本上是街路Vision 左邊是房間 第一個行河 下河中規中矩 不算很闊 但在89方來說 不算小 真的不算小 大家會留意到 我們這間床 是併了過來飄桌位 是利用過度位 包括飄窗位 的凹位也不算多 只有少少 所以剛併過來是很好用的 而這種設計之後 而帶來的效果又有什麼呢 除了可以用飄桌位的空間 後方的衣櫃位置 就可以做很大 這裡整面牆都可以做一個大衣櫃 包括做L型衣櫃 其實都不可睡 但建議大家要留一個床頭櫃 這樣用來睡覺的時候可以放些東西 就是這樣的情況 轉身過來就是 最後兩間房 其中 這個小房 是做了一個兒童房 為什麼呢 因為這裡是部件露台 這個房間會比較小 會發現窗戶的效果不同 沒有飄櫃位 所以就是這樣的情況 最後就是主人房 所以89方做三房兩天兩位 剛需得來 它有一點改善 因為你不用欠廁 小朋友在那裡洗澡 我們主人房 兩位成人也在這裡洗澡 也可能是兩個人住 可能多個洗手間 有朋友來 多個照應 都可以的 然後 洗手間就是這樣 它比客戚 感覺上會寬鬆一點 不知道為什麼 可能是裝修上面的一個效果 可能也是因為 這邊它是沒有了柱位 因為它是沒有柱位 所以比較方正 最後就是主人房 主人房 四次方方 接下來的交流標準 主要是地板 長身魚膠漆 就是這樣的 然後我們會看到 在雅哥的這個盤 基本上就是把所有床 並在牆邊 為什麼呢 因為我覺得 它可能就是想展示 衣櫃可以做到最大化 做到最大化 也都是 目前來說 比較多人推薦的一種做法 因為它想利用飄退位 你單獨做一個 單獨做一個空間 又不是經常坐在那裡 那倒不如就把床 利用它 可能就是 OK 甚至乎是這個89方 大家想想 可以說做這麼大衣櫃 又要床又要大 其實這個是用得比較盡的效果 所以希望可以給大家探討 OK 在二月台做一個大積 119方做橫天設計 亦都非常理想 改善型 真的沒得說 我們再來看看大積的橫天效果 119方分佈在01和02單位上 亦是後端的兩側單位 它亦有少少不同 雖然是同樣的面積 區別在哪裏呢 首先我們在這個過度位 裡面便可以現少少的區別 首先如果大家選擇02號單位 它門口 過度位的左手邊 它是有一個走火梯的 這個位置 如果大家選擇01單位 它那邊是沒有走火梯的 但會有餘工兼應用ondernium 所以大家需要視乎細節 再者 就是 我們走進去後 這個位置 才是正式的右門 進來後 你會發現 除了剛才提及的電子門所有膠庫 它與我們細面積不同 後方是一個鞋尺的膠庫 所以這邊的隱私性號窗戶高一點 鞋櫃也挺小的 按照一百十幾方來說 但在入戶的時候 那個穴關後面還有 送了一個佈建露台的房間給你 所以在這個位置 就可以做室內空間 這裡整個牆都是鞋 或者要出門穿的外套 圍巾、帽子等 其實就可以滿足到我們穴關做不到的事 就是這樣的情況 然後再進來就是一個超大的橫梯設計 這個橫梯的闊度有多寬呢? 六米八 包括露台也是 所以會看到採光非常靚仔 包括我們膠樓標準的時候 就沒有這些餐桌位 看起來會很空曠 包括正網出去我們整個六米八的採光面 全是做了玻璃的 它不像有部份在客廳做了一封牆 只有一個窗 只有一個洗窗 這裡是全部落地窗 所以感覺很開揚 而且看起來也很高 我們再來看看這個露台 走出去感受一下 露台這裡只可以在客廳開門 交付的時候 那邊只能夠採光 走出來 在示範單位 是放了一個 Golf 在這裡 這個空間來做Golf 其實是有點誇張的 我覺得 但是 可以好好展示到 它真的可以 有很大的效果 在這裡 大家平時 消遣一下 都可以吧? 或者說好像示範單位 在後方 它佈置了一個 女士餐桌 小小地在這裡 都頗受力的 平時又可以欣賞這個圓林 這樣坐在這裡 比較想放空自己的時候 看著圓林 然後又沖杯咖啡 在這裡下午茶 大家如果把整塊玻璃封了 做一個封窗的設計 效果就會更加好 OK 我們再進去 在客廳還要補充一個特點 就是 它的廚房 凍線做得很好 用來假設 把這塊牆去掉一半 就會把廚房做一個篩牲 可以在這裡做個巴桌 如果不做巴桌的話 可以在這裡做個中度 在這裡做個中度 然後在這裡做個巴桌 我們再回顧後面 其實客廳位是很足夠的 非常足夠 甚至乎我們這樣做個篩廚的設計 我在這裡煮飯 然後這裡有個中度位 在這裡洗碗 也可以看到電視 所以這種設計很舒服 以上就是我個人的建議 如果適合你的單位 入門 除了前面送的空間 左邊就會有一間房間 這裡就是客廳 一出門有一個客廳 客廳的側巾 還有一間房間 這間房間也是客廳 但看起來有點像 細單位的主人房 大家回想一下 我們之前有拍攝過 九嶼山 樊花里 南城鄉山小鎮 星河 79方 那些 全部的主人房就是這麼大 這裡是完全不舒適的 包括 它的飄桌位 大家看看兩側 這兩側 是完全沒有廚位的 所以好像剛剛八十九方 我們剛剛拍攝的八十九方 那個單位 你將床移過來 這個空間就很大 你在這裡擺茶几 都可以 或者在這裡 在這裡 把這棵牆拆了它 把這棵牆拆了它 把餐桌放進去 這個餐廳位 大到真的不敢想像 然後 再過來 就是 最後兩間房 在這間房 就是一個客戶 客戶 正如剛剛我所說 都很大 還有 和我剛剛說的一樣 它是床併了來 飄桌位 所以 大家就會發現 在旁邊這個 電腦桌面前 空間就非常非常大 這裡做了一個 L型的櫃 都完全足夠 這個空間就是我想自己的 它也做了出來 最後的最後 來到最盡頭 就是一個 主人房 主人房這裡 其實和剛剛看到的房間 好像差距並不大 在這裡 罩眼看進來 依然是飄桌位 還有一個很大的採光窗 以及三邊落床 但主人房 畢竟是主人房 它就會多了兩側的 這裡 一個煙霧間 如果 換著是我的話 我會建議 做一個小小的主角位 擋住床頭 我不會對住床 這樣會好一點 進來最後的套示 就很闊了 我伸開雙手 都完全不會頂住 真的很闊 這個位置 超級闊 OK 以上就是189方改善型 如果大家覺得 我們分享的這個護形 介紹還不夠詳細 想再塵浸式體驗 除了在我們影片上 重複預覽 還可以掃描我們上方的 QR Code 我們有詳細的 一個VR效果 給大家一個塵浸式體驗 每一個細節 每一個都可以放大 看得更清晰更清楚 接下來的裝修 亦有一個不錯的參考建議 以上就是示範單位的展示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心碎的護形呢 好了 看完我們全部的示範單位 以上就是整個 雅骨樂的宇宇台 一些護形的分享 其實它現在賣的價錢 從南投來說 算是中虛中矩 包括現在看到進度 亦都給了以往留意 開這個盤的業主 多了一份安心 因為之前都期樓未封訂 如今就封了 而且目前在售單位 基本上是高樓產 所以景觀亦都開揚 算了單位 在三棟 51 方最容易上車護形的價單 在11 樓 4 室 它的選擇亦側中間一點 價錢亦都相對實惠少少 目前原總價是63 萬多 接著總價呢 就是我們一個 518 萬 加回我們的五眼團購 就是大約56 萬 就可以上車了 這樣呢 如果大家計算兩成首期 大約是15 萬左右 就可以上車 按揭是41 萬 可能三十年期的月供 都是不到兩千元 都值得玩的 如果大家說兩千元供一層樓 去哪裏找呢 這裏便有了 再者如果大家減大面積 亦都有特價的 4 條8 每平方米 就是減低還有三套的119 方 最下跌其實一個89 方 已經是被人售出了 所以如果大家對這單位 這個價錢合心水話 要及時掃編 我們上方的QR Code 分享給大家 OK 今期視頻的語言台 就和大家講到這裏 如果大家想了解更多的詳情 都依然掃編上方的QR Code 或者在下方留言 下期視頻更新 可能就是你想要了解的資訊 亦都希望可以點下個鐘仔 都是對我們最大的幫助和支持 今期視頻和大家分享 祝大家有一個非常不錯的 幸福美滿年 我們下期再見 拜拜